美塔颱風暴風圈 大家早安 美塔颱風暴風圈在今天清晨 已經脫離了台灣陸地的本島 氣象局在今天清晨5點30分 解除了美塔颱風的陸上颱風警報 目前8點鐘的位置是在基隆的北方 大概是260公里的海面上 預測未來它會以每小時 18公里速度向北來行進 如果以這樣的速度跟方向來推估的話 氣象局也不排除在今天11點30分 解除美塔颱風的海上颱風警報 另外一提的是 這個颱風離開台灣地區之後 預計在明天的晚上之後 它的中心就有可能在南海這個地方來登陸 所以提醒未來有到韓國這個地方的民眾 也要特別注意航班的一些問題 至於台灣地區的未來的天氣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一張雷達的情況 明塔颱風環流主要都已經慢慢的離開台灣地區 不過台灣地區還有一些外圍營系 影響到中部以北地區的天氣 目前在中部以北地區 特別在山區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下雨的情況 不過未來呢 整個趨勢是隨著明塔颱風快速的北上之後 整個天氣在今天上午可能在山區的部分 特別北部地方還有下雨的情況 到了今天中午過後 其實台灣地區的整個天候狀況 是明顯的在好轉當中 倒是要提醒的一個就是 未來在台灣地區 可能要注意的就是雨量的部分 在明塔颱風影響台灣過去這兩三天 帶來台灣地區的雨量 可以看到紫色跟白色這一塊 就是明顯雨量超過300毫米以上的這種雨量 特別是在宜蘭地區 甚至在新北跟桃園的山區 這裡的過去這兩三天 雨量多 這土壤的含水量是相當的高 所以再來要提醒 即使颱風今天有可能解除警報 但是台灣地區的未來幾天天氣好轉 不過山區部分盡可能還是要避免前往這邊做一些活動 另外還要順帶一提 目前台灣地區的海面上的風力是逐漸在減弱當中 不過現在颱風的外圍環流還是影響著台灣比較北的北部海面 所以這裡的浪的部分 目前我們有測到還是有來到3到4米的浪高 不過颱風預計在今天中午過後離開之後 整個風浪情況也有減少 台灣地區的部分的話 應該在今天中午過後 解除明塔颱風海上跟陸上的警報 以上是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